有些部分不會做 所以我就把那個上個禮拜的影片 也在最新消息裡面 你們應該有收到吧 李白的APP這個做法 而且我把影片也放上去 那上個禮拜其實交的還算蠻多的 因為這個影片我都把它轉上去了 包含就是說呢 從那個重點裡面 當然就是做102APP 所以102的APP 怎麼樣把它變成102的 變成李白APP 那李白特別注意 這個李白兩個字是中文 如果你將來把它傳到那個 就是Fonegap的網站上面 我印象中中文好像會出問題 不信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我不知道它現在的版本會不會有問題 只要好像裡面放有中文字 它就會出錯 所以我們把那個名稱改成什麼 改成李APP也可以 或者你以後反正改一個 簡短一點名稱沒關係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其實就是把102APP 再轉成用那個李白 李白我是用那個什麼來源就是用維基百科嘛 所以以後你要找 其實維基百科我發現現在大 已經都幫各位做得非常的詳細 無論哪一個文學家其實都有了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做一些文學相關的太多了做不完 而且基本上也不會有人跟你競爭 也不會有人搶裡面的素材 不過我是很希望說有沒有人特別去針對這些把它包裝成一個APP 哇就很方便 如果我今天要查哪一個文學家一查馬上資料就可以直接在手機上可以看 那為什麼要變APP 其實很簡單 因為你身邊不見得有電腦啊 對不對 而且如果你要Google的時候 你還要拿手機來Google 其實也不方便 倒不如怎麼樣 直接把它打包成一個APP 那這樣直接點選就很方便 那只是說呢 你要怎麼讓人家方便點選 主要就是透過 像我們那個PhoneGap 它裡面有很重要的功能 叫導覽列 那導覽列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裡面可以很方便的 因為其實手機本身第一個畫面很小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那個 這個點選當然不是用滑鼠 我們現在用滑鼠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用那個手機的話 是用你的手指頭 手指頭代替那個滑鼠 所以相對的 不好操作 所以理論上的那個按鈕一定要越大越好 所以主要我們在APP裡面呢 我們用了導覽列跟那個list view 這個叫什麼清單吧 然後還有就是加上一些相關的按鈕 按鈕越大越好 最後的話呢 把它怎麼樣 換個顏色 不過顏色呢 只有很單調的 五個顏色 最後把它轉了APK 所以呢 上個禮拜我希望各位繳交也是兩個東西 一個是網站的VIP 一個是APK 大概是兩個東西 如果細節 假如說有點遺漏的話 請各位回去再把影片看過 OK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再把那個 我們的APP變漂亮 那因為這個範例我之前是透過106啦 後面有一個範例是106 不過我看乾脆不一定用106 我們乾脆直接拿什麼 拿那個上個禮拜那個禮白 或者你用102也可以 或者是你現在的APP也OK 那方法都一樣 主要就是說呢 我們要怎麼樣去產生一個顏色 調色盤 然後把它加到哪裡呢 把它加到你的APP裡面 讓你的APP可以不只是五個顏色 而是多種顏色 而且色系可以自己調配 那怎麼調配呢 首先第一個 你可以找到那個106APP的部分 那裡面有個程式碼 程式碼部分的話 你大概切到 因為我這個頁面 這個講義裡面的話 本來是106啦 不過其實106大同小異 差別的話呢 其實主要就幾個地方不一樣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的導覽列 導覽列是在下面 OK 也就是說呢 那個list 那之前我們是放夜首啦 如果你要放下面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它貼到夜尾就可以了 甚至如果你要放內容 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導覽列不是只能放 那個夜首 你可以放下面 也可以放上面 都會好像放上面或下面 這個都沒有問題 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個就回首頁啦 這上面有做一個 這個回首頁logo 不過我覺得回首頁 這個看吧 反正就是有這個效果出來 至於怎麼做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 這個106 App裡面的相關的說明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什麼 要往下捲動到 比較下面的地方 就是增加什麼呢 增加那個就是顏色部分 所以你們大概捲動到這邊 頁面大概是第10頁左右 這個講義裡面有19頁 那你就捲動到大概中間的位置 有一個叫修改布景主題 修改布景主題顏色這個單元 你會發現有沒有顏色就會長得不一樣 有沒有你想要有點像棕色的 有點像綠色都可以 而且甚至他每切換 他還會有不同的顏色 感覺會差很多 有沒有感覺顏色多了很多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呢 這邊底下有個連結 就是這個連結 那你第一個 利用這個連結的話 其實也是 那個JackeryMoba那家公司 那個網站 他所提供 他提供一個叫ThinRower的 這一個網站 那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他進來之後的話 他會跳出翻譯 不過基本上沒有太特別 你就get rolling 這個把他按下去 意思就是說呢 我現在要開始 創造出一些顏色 那首先的話 大家你要注意一下你的版本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那個 Dreamweaver裡面提供的那個版本 其實就是這個1.0的版本 所以你就不用去改 不過你就確認一下 反正基本上這個版本 未來我們會有 比如說換那個按鈕 後面可能會用到最新的版本 所以目前的話 記得這個版本 你就不要動他 大概知道一下就ok了 那接下來的話 要怎麼去調整那個顏色 特別注意 這個好像進來已經有一個style 我就把它拿掉 這個後面的網址 這個把它拿 因為他其實這個顏色 是可以把它記下來的 我就重新再來過 這個時候的話 get rolling 你等於是這個網址有沒有 synroller.jquery.com 這個網址這個是完全空白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邊有a 有b 有c 有沒有 底下的話如果你還不夠的話 再增加一個def 那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我們原來是黑藍銀輝黃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不希望 你的布景主題那麼單調的話 你是可以把那個原來的黑藍銀輝黃 改成你自己設定的顏色 那至於怎麼設定 我大概舉個例子 比如說的話呢 你要怎麼去更改它呢 基本上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你就是先找到a這個好了 那我希望a它的色系 可以比較是屬於什麼 比如說你可以自己先設定一個粉色系好了 換一個好像比較娘一點 OK好我們換一個綠一點 然後你可以把它拖拉到這邊來 有沒有發現它馬上更改了 可是如果你這個顏色不喜歡對不對 你可以再到這邊 去變更它的那個色盤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怎麼自己自己自己找一個 這個好這個顏色我喜歡好 那你可以把它點旁邊一下 OK改了 另外的話呢 這個叫boulder boulder就是它的那個 就是框線 框線要不要改 我不需要這個 我需要用 用一個對比色好了 我現在紅色的框線 有沒有 紅的話呢 我要紅的越紅一點點 有沒有 你會看boulder框線 這個框線有沒有 它顏色變更的 它可以調的地方還蠻多的 還有它的 其他的話 比如說我再配個黃色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地方 body 然後如果再配一個這個放在其他的 反正你這個太紅了 對不對 太紅怎麼辦 沒關係 再把它改一下 改的比較不那麼紅 然後這個改淡一點點 有沒有 這樣子 好 我感覺好像真的沒有美學的這個 有點 有點不好 重點就是請各位自己去調一下 然後呢這個這個顏色不OK 那我可以再把它調一下 調到這邊換一個顏色 色盤的話 自己再調一下 有沒有 這邊看還沒有什麼 反正就是把它的顏色改變掉就對了 那這個link你如果不要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至於深淺這邊也可以改 反正意思就是說先調 丟過來 然後去變更 變更的話 我看後面後面這個顏色看能不能改改一個淡一點的 後面這個顏色把它改成淡黃色 很淡的黃色 這樣子質感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OK 好 那第一個OK了 第二個OK了 第三個 第四個 它可以有倒置以二十六個 大概沒有人那麼無聊 大概頂多兩三個就可以了 以後的話 如果你選A 它就會給你這個樣式了 你給B 比如說B可能我希望是藍色系 那你可以再來一個B 然後B藍色藍的話 可能就是這樣藍 OK 而且你會發現這還蠻好用的 它顏色真的可以調很漂亮 OK 然後再來底下這邊 反正大概是這樣 然後就是這邊再調一個顏色 大概而已 並不是我沒有視覺的美學 其實我真的是沒有沒有這種天分 好 好這邊調一下 好B C OK 請各位試一下 ThinRover 那這個網址 我把這個網址 剛剛是已經有一個範本 我把這個網址 貼到這邊 官網 我把它變更好了 變更成那個 我這邊 這個已經是 就這一個官網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我是放106APP的那個說明裡面 對